您买彩票有多少年? 我啊,大概有三十块钱 有没有中国大奖? 中国好,中国两三个爱的奖 双色球吗? 应该是三十,以前是三十六选七 那是五百万,那是五百万上涵 现在是搞到一千万了,一千万 现在是比以前难,难度高 你二当中奖重量是三十 大概有多少钱? 有十几万,二十几万 每次没有十几万,二十几万 3D我也没 3D大概有这么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没算过 但是我知道的,我家里这个盒子里面 中奖还小的,我最起码这么大一大只 好像是19年到现在 3D 因为我这个好中奖 我这个最高的时候,那个3D 我打一个同样号码,我知道很清楚嘛 叫 标识期嘛 我 那时没打得多 打的是十个周旋 十个周旋 就四十块钱 几千块钱? 中一张能几千块钱? 就是一千 一千一百七十四块 我只要两块,四块 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号码 百分之九十一算能中的 我基本上要打个二十块到四十 中不到我也无数钱 对吧? 我一中几千块钱 你要说一下 我昨天也中了一千 那我二七九 我昨天就打了二七九 中了一百七十四块钱 我买了四块钱 我摆的位置没摆错了 我摆的是九二七 他开的是七二九 位置不对 那个车选没了 一千块没了 一百七十四块我摆的 我三个号码一边 位置不对 能中一百七十四 位置对的话 一千一百七十四 一千一百七十四 然后十块钱 中一百七十四块 不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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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格式的 你可以基本上看得起 基本上八九不离习的 他不像这个东西 你难弄了 你难搞了 你能看出来 他开几个号码 你说双少九二 你看这么多号码 你能看得出来 你这个按照顺序 有规律是吗 这个有点规律 能看得怎么看 你中了也中不到 给你多少钱 最高一千块钱 对吧 两块钱变一千块钱 这个厉害了 这个你中了一个的话 两块钱变成一千万了 如果大家中了多的话 最起码有六七百万五六百万吧 那是一等价 对吧 这个就难 难度高了 三地有就高 双菜球有没有规律呢 大乐车都没供 大乐车没规律 也没规律 没规律 它是有规律的 三地有规律 完了时间长了 你肯定有有效 你就会感觉到这个三号码 是什么号码 这个是没有规律的 双菜球有没有规律 也没规律 也没规律 没规律的 大乐车也没规律 就是那数字多的都没规律 没规律的呀 你怎么知道今天开什么数字成的 对吧 让它刷地你能感觉到 今天有可能出来一个解答 定一个数定下来 两个数字搭配 其他再搭配 基本上就是 发情不理事在里面 凭自己的感觉 啊 如果有技巧的话 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专家们 数学家们 老子把你送出来的 对吧 那那个研究员 数学专家们 对吧 老子给你 给你搞出来 你能算得出来吗 我们也算不出来 所以说它没规律 靠运气哈 靠运气 靠运气